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友谊说2 小儿的重分门我又来了 订阅小儿,娱乐资讯医王大进 华语影坛太陡,黄金配角吴梦达 本月27日,阴肝癌辞世 震惊演影圈之余,也牵动亿万观众的心 28日晚上,TVB准备一档特别节目 邀请汪明泉,王金,曾志伟,杜德伟,田启文,林子聪 戴志伟,黄一飞,黄一山,李立池等艺人录制短片 一起回忆答说的点滴 现场大咖云集,这样的待遇史无前例 几乎在同一时间,港媒曝光,达叔遗产分配方案 据马来西亚某报透露,达叔资产逾千万 先任太太侯山燕分一半,余下分给五名子女 据了解,达叔先后和三任太太育有五名子女 1996年和侯山燕奉女成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女儿吴楚妮,大约256岁,儿子吴伟伦,年仅18岁 达叔生前曾表示,他对所有子女一视同仁 大的孩子已受到照顾,房子什么都有 小的需要特别关照,因此才会给予现任太太一半的财产 有传达叔生前的资产高达5000万 即侯山燕可分到2500万 达叔病逝当天,侯山燕及一双子女憔悴离开医院 从外形来看,女儿一头长发,亭亭欲立 儿子身材消瘦,颜值不低 事实上,达叔三任太太都是高颜值 五个子女也长得不错 达叔坦言多情,但没有无情 和前期感情破裂后 达叔依旧负责他们的抚养费 对方有求他避饮 TVB专辑中曝光,达叔昔日照片 第一任太太麦莉莉和双胞胎女儿罕见曝光 达叔第二任太太卢绍辞 三任太太吼山燕 好友黄英山表示 达叔当年片酬一部一百万 如果跟周星驰在一起 一部可收两百万 不过达叔妻子及子女 没有参加TVB当晚的录制 只有一众一人齐聚 一起追忆达叔的生平 谈及达叔的为人增至为眼中泛泪 低下了头 范琼丹为了不让眼泪落下 眼睛偷偷看向上方 坦言达叔即便面对一百个不合理的地方 都会去化解 值得后辈学习 好友田启文表示 新爷在电影功夫 预留角色给达叔 可惜最后未能得偿所愿 达叔生前也表示 希望和新赛合作 即便不收钱或者倒贴 但两人都没有向对方表态 真的是非常遗憾 达叔年轻时候 也是一个浪荡公子哥 1980年 吴梦达欠了银行 30万 走得无路时 找到自己的好哥们周润发寄钱 吴梦达觉得自己都把内裤给周润发穿 这么好的关系 周润发不会见死不救的 没想到周润发回了他五个字 你自己解决 吴梦达跟周润发是无限训练班的同学 那时候两个人关系很好 周润发住在香港道 那个年代没有海底隧道 晚上过了12点回家是很麻烦的 他就经常在吴梦达家蹭吃蹭喝蹭睡 有的时候几天不回家 内裤都臭了 吴梦达就把自己的内裤给他穿 当然是新内裤 吴梦达比周润发成名早 1979年 楚流香传奇 播出后 饰演胡铁花的吴梦达一夜爆红 这部剧红遍了东南亚 在台湾尤其受欢迎 台湾邀请吴梦达去做宣传 他就向公司请了两个多月的假 结果到了台湾就找不到北了 每天晚上都有老板请吃饭 酒色才气什么都有 吴梦达把自己当成了胡铁花 俨然成了大哥 天天带着一帮小弟四处潇洒 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乐不思港了都 生活极度米烂的吴梦达还染上了赌博 一下子刷了银行30万 在80年代 30万也是比不小的数目 但是因为他沉迷享乐 没心思工作 在台湾待了一年才回去 无限一气之下把他血藏 没人请他拍电视做活动了 自然也就没钱还债了 银行催着他还钱 不然就得登报宣告破产 吴梦达觉得破产是很丢人的事 就想找周润发借钱 先把这账还了 那时候周润发屏借上海滩 正当红 30万对他来说不在话下 自信满满的吴梦达找到周润发 没想到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周润发没有借给他钱 让他自己想办法 吴梦达没想到周润发这么绝情无意 心里非常愤恨 两人从此绝交 走投无路的吴梦达想到了自杀 可是没有死的勇气 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吴梦虽然血藏了他 但还有合约 偶尔也会有个小龙套跑跑 其中八三版射雕英雄传 彭长老的角色就是他千球万球球来的 那时候他三分之二的薪水 要还银行 三分之一补贴家用 上有老下有小 一大家子根本不够用 为了省一顿饭钱 他穿梭于各个剧组 遇到熟人就蹭一顿饭 这一桥段被改编进了喜剧之王 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四年 在这四年里 吴梦达把以前学表演的书 又重新读了很多遍 一段台词可以念两百遍 只为达到最好的效果 使自己的演技有了很大的提升 后来开始在电影中大放异彩 尤其是在跟周星驰合作后 两人成了黄金搭档 为大家奉献了一系列的周式喜剧 1991年 吴梦达因天若有情 获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昔日的好兄弟周润发上前恭喜他 吴梦达还记恨当年不借他钱的事 冷眼相对 旁边的导演杜启峰说 你应该感谢发哥 这个电影就是发哥极力推荐你的 吴梦达这才明白周润发的良苦用心 抱着他大哭 周润发拍拍他的肩膀说 当初不借你钱是怕害了你 形成依赖性 再爬起来就难了 刘德华有个大姐就是赌徒 开始的时候刘德华每次都帮他还 只有他认为理所应当的了 旅饭不改 最后为了拿钱赌 竟然打起了粉丝的主意 贩卖假的演唱会门票 气得刘德华跟他断绝了关系 梅艳芳的母亲跟哥哥也是这样 以至于梅艳芳担心死后 财产会被挥霍完了 他们没钱生活 才设立了信托基金 每个月固定给他们生活费 蔡少芬也是被妈妈压榨的喘不过气来 跟了刘乱雄六年 大刘替他还了将近一个亿的赌债 最后蔡少芬痛哭流涕的照开新闻发布会 跟母亲断绝关系 生活才走上正轨 名上赌博的人就像进入了无底洞 只要有钱还会再去 只有经过痛苦的教训 自己戒赌 才会彻底摆脱 或许周润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才没有寄钱给吴梦达 而是让他自己爬起来 兽人已渝不如兽人已渝 霞儿觉得周润发做的是对的 现在达输 哦不 是达哥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假若可以的话 等未来CG技术成熟 而且心颜愿意的话 两人可以通过后期在电影中合作 真的想看到那一天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想说的 就请在下方评论区积极留言 喜欢小二视频的 就请点赞订阅关注我 你们的肯定是小二更新视频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就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